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下了一天的雪 你们听着听着什么是我热菜的 他也写了天火一打算喝点 这是今天下的雪 晚上现在停了 这还像狗爸似的 这是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雪 然后今天上午时间都是停的 然后我老公开始收拾 那时候下头老大了 收拾两三个小时院里院外啥的 收拾完了刚收拾完 又开始下了 又下到晚上 看看这是我老公和宝宝 他俩睡一扑炕 这扑炕的温度正好 我那边是有点太热了 睡仨有点挤 睡俩正好 然后这边是我一个人在大炕 都横着睡呢 这边属于离地火源最热的地儿 你看正常的话是是什么这么碎的 但是碎不了人这边都太热太热了 这炕这边又是这个这个糊的程度又又是新的 上一天没这么黄 这一天更黄了 糊的更狠 人家都说东北零下几十多 东北大炕随脚铺几层 其实也就是就是一个褥子 然后一个背 其实大多数就是这么随教的 城里就是底下有那个垫的嘛 床垫的啥的 这个就是炕 这个就是炕 然后像这个就属于炕阁 这边就是炕阁 然后这个是这是炕炎 你看这边 这里边还有个分炕锡 底下就能炕锡是比较古老的了 这是我们金尼西买的 现在也造成这样的 然后走到这边呢 这个哈 这就是这一排就是暖锡片 这是暖锡片 我家这不是三铺炕吗 每铺炕边上都有这么一长条暖锡片 其实他拿的暖锡片设计的不太合理 设计到炕边上这里 这个是我晚上直播的时候做的 烘烧鸡翅 还剩了一半 这是那个炒土丝 黑了八斤是辣椒油 土丝吃的差不多了快没了 这小生活真是没谁了哈 大爷起来喝药酒 我主要是为了填炉子 确实是填炉子 填炉子的话我又睡了我就不起来 你说一冒冬生活 哎呀这没满的都两顿两顿饭 我家四顿 今天是四顿 我自己四顿 半夜起来再找一顿 怎么就 到这这火 到这是为什么大火鸡腿不着了呢 来 走一口 来 走一口 来我们看我这人嘛 不困他眼睛睁开了 走一口吧 就谁的盘子吃了 这土丝炒的都好吃了 酸辣足足足足 来再给你们剔个鸡刺 天哪这鸡 快逼土豆个好顿了 是不是 我又喝几杯小酒 一会睡觉 这暖气比较烫的 你看我家这西屋 这是另一个屋 他也是看边一大堵暖气 然后我老公和我把我睡觉的地方 他也是一大堵暖气 可热了 其实烧煤吧 他不需要随时随刻烧 他不是像木头似的 十分钟二十分钟就一炷了 烧煤的话整好了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填自己行 有时候他们压好了 一宿都不用填 但是暖嘛不太会压 而且你家的吧 给你们解释 你们不是浓醉也不知道 他那个 他那个烟头比较矮 必须就抽抽 影风机抽 影风机一抽吧 那完找就没找就特别快 完你要不抽吧 哎就冒烟 加这个烟头它有问题 大冬天也不能上去修 滑烟头 而且是这种房子 起几房子太滑了 所以不敢上去 所以就没相对着的比较快 烧烤 哎